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、FB、Twitch、BB、Discord 好 在天氣節又存在於你的官方 公告了 黃炎烈的技能介紹 好 屬性 按 職業咒思 那又是一名 暗系的角色 好 天賦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鬼祕全謀 那四格範圍內同時存在 其他友方和敵方的時候 自己傷害和會心提高到 10%到50% 那第一次行動結束前 行動結束前 那可以選擇三招 挑玻璃間、傳風三火 聚眾城市中的一個絕學 進行釋放 那這個吸氣時間是四到三個回合 好 那我們看一下絕學的部分 挑撥離間 主動使用的時候 對七格範圍內的一個敵方 施加離間和皮弱兩個回合 然後重點是離間這個buff 他是無法獲得友誼狀態 兩個範圍內 每多一個其他友方 傷害降低10% 他最多最多可以降低到30% 好 總而言之 那離間 就是那樣 敵人呢 就是旁邊有隊友的話 他的傷害就會降低 但是他本身又再施加皮弱 OK 那這個降攻降的蠻多的 好 再來另外一個絕學 傳風三火 那主動使用的時候 對兩個範圍內的一個 其他友方 施加山洞跟激盪 直接兩個回合 然後我們看一下山洞的buff效果 主動攻擊對戰之前 對自身兩個範圍內的其他角色 施加一個 隨機的debuff 並造成一次的法術傷害 那 是施速則法攻的30% 而且這個buff是無法驅散的 看起來是 這個其他角色的部分 是雙方啦 都有機會被施加debuff 好 好 誒 他激盪 OK 再來另外一個絕學 聚重城市 那他主動使用的時候 可以複製兩個範圍內的 其他友方 隨機一個友誼狀態 並獲得 並獲得解檔的buff 那他可以維持三個回合 那解檔的buff是免疫 有害狀態 免疫debuff 那你被攻擊的時候 兩個範圍內 每多一個 其他友方的時候 傷害和免傷 噢 最多可以提高到10% 最多是30% 而且無法驅上這個buff 那就是 你旁邊的人越多 那你的 傷害 免傷可以提高到最多最多30% 那 那這個還不錯 我覺得這次他還不錯 這個聚重城市還不錯 而且他這個 放 遭受攻擊的時候 範圍內 每多一個其他友方 這個條件應該蠻好觸發吧 就是你能 送進去之後 然後再施加這個接檔buff 還蠻可以抗傷的 而且無法驅散 會持續三個回合 持續三個回合 OK 還不錯 好的 好的 他的覺醒 留言按鍵 看一下 攻擊當個敵人 噢這是0.5倍的傷害 那 給予當前 當前被彈射目標的兩個範圍 進行彈射 OK 有點像那個 那個 玄宇姐妹的那個 雲 雲 我忘記名字了 好 每彈射一次傷害地增 呃 傷害地增10% 雲香 施加獅子1的buff 那他持續會兩個回合 對不起 持續兩個回合 然後 如果目標已經攜帶debuff的話 則將獅子轉換為獅子2 持續兩個回合 哦 然後並且最多可以彈射 彈射5次 那他優先會 未被彈射過 未被彈射過 且在彈射範圍內 距離最近的目標 OK 然後 彈射目標是無法重複了 那他如果沒有彈射目標 就會立即中斷 OK 那 彈中 彈 被彈到 就變弱智 OK 變獅子啊 那他身上有debuff的話 就是 從獅子1 變獅子2 OK 然後都是持續兩個回合 OK 好 那如果搭配的理由啊 就是 去做 搭配啦 或是白富貴之類的 好 再來 魚者先神 哦 魚者無聲啊 對不起 魚者無聲 那 選擇一個 敵方 或 其他友方 對範圍內的所有體能造成0.5倍的傷害 那並施加一個隨機的debuff 那 那 被選擇目標如果攜帶離間的buff呢 則 對範圍內所有的敵人 額外施加中毒的狀態 這個中毒跟白富貴的中毒是一樣的 然後並且持續兩個回合 那 如果被選中的目標 有攜帶3動的buff 這該絕學冷卻時間-2 OK 反正就是看你 敵人的 身上的buff是哪兩個狀態啊 然後去決定 額外的效果這樣子 好的 他就是一個AOE的技能 然後被動 戰率 遭受御風 俠客攻擊的時候 對戰中呢 自身傷害和免傷提高15% 行動結束的時候 如果本回合使用過絕學 則恢復氣血 自身氣血是0.5倍 欸還不錯欸 這個還不錯 但是你不要被1級必殺 呵呵 不過他自身傷害跟免傷提升15% 我覺得 還蠻多的欸 而且還蠻多的欸 我覺得蠻多的欸 不過他有先進兩個角色啦 但是我猜會估計 你被近戰攻擊最多也是 遇風跟俠客 對 就是這兩個嘛 近戰就是這兩個 對近戰就是這兩個 嗯 就是以 咒勢來說齁 他算是比較可以扛傷害的 OK 好 再來絕學齁 暴震洪流 龜派氣功 嗯 俗稱龜派氣功 攻擊盪的力量造成1.6倍的傷害 這個要7dG齁 然後對戰之後 施加優缺狀態 持續兩個揮合 那自身的彗星值高於目標的話 你在對戰之前 可以對目標造成一次的法術傷害 喔 法攻的50% 那優缺是無法治療嘛 而且他是無法被驅散的 OK 要7dG喔 7dG有點討厭 不過這招還蠻帥的 嗯 看起來不算是主要攻擊的角色啦 好的 喔還有部位斷生啊 大陸有 迷幻之陣 然後絕翼 然後魂石 諸魂魔火跟妖術師 我可以理解 像這個天賦的部分啊 最最優秀的 我目前覺得不是最優秀啦 就是 如果我用他的話 這一招我應該很常用 聚重 城市 因為他主要是可以接檔 接檔是免疫 有害狀態 免疫有害狀態 然後 遭受攻擊的時候 你 旁邊有人的話 你傷害跟免傷害提高 提高10% 那最後是30% 聚重城市 我剛唸什麼 聚重城市 OK 好 我覺得還不錯啦 而且他是綁天賦的 絕學 整體下來來說 我覺得 還算不錯欸 還算不錯 是咒勢 感覺可以搭配白富貴用 好像蠻不錯的 然後他還有中毒 對 也可以撕下中毒的部分 不過這中毒部分有個先 呃 有個條件 前置條件 就是你要先上利劍的buff 就防debuff 我覺得還蠻猛的 防debuff 免疫 有害狀態 然後又可以加免傷 提高免傷 我覺得這個 也算不錯欸 好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會說中毒還OK 因為有時候打故障的時候 像打九波塔 有時候還是想要用中毒啦 好啦 那這一次的 這個 王爺烈的技能部分 不知道大家滿不滿意呢 那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 按一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直接追蹤IGFB 推薦BVD還有Discord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大家晚安